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掀开《诗善业道经》第八面 经文道书第三行 从最后一句看起 五得不坏善知识 不狂何故 十五有五 这一段是说明 历念学过时 所得到的五种殊胜的佛报 前面四种介绍过了 最后这一种是第五种 得不坏善知识 善知识是我们的老师 是我们的同学伴侣 这对于我们学业 道业的成就 关系最密切了 可以说在《正上园》里面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正上园》 佛在《阿难问是否吉凶经》里面 头一条就告诉我们 要亲近明思 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善知识 明不是说这个老师 明气很大 现在讲的知名度很高 这个不见得有效果 佛家讲的明思 明心见信 真正在修学上 他有修 有学 有正 当然最好他是正果 纵然没有正果 也是有真修 实学 这样的老师 我们亲近他决定的理 可是善知识 很难得到啊 自古以来 所谓是可遇不可求 善知识当然了去修 欲使真善知识 欲清许 决定不可能 自赞回他 说别人不如我 我一什么都行 这种善知识 故事后没有 现在很多 现在都是赞叹自己 都是回望别人 我们要晓得 凡是自赞回他 决定不是善知识 善知识都非常谦虚 处处都忍让 绝对不会说是 任何场合 站在别人前面 要争取出风头 没这回事情 他们决定不会干这个事情 真正修道人 说老实话 他们的态度啊 是多思不如少思 少思不如不思 他们 我们这个生活环境 是极亲近 所以只有 我们凡夫去找他 他也很慈悲 他不能不教导我 我们不找他 他再也不会找我 所以学 自古以来 世出世间法 大家都听说 求学 学是我们要去求的 他不会主动来教你 没有这个道理 佛法是思道 思道一定是尊私中道 你才能求得到 求的态度 要真诚 要恭敬 要恭敬 要亲虚 这三个是必须具备的条件 没有这三个条件 祝福菩萨来教导你 你也得不到礼 这个是一定道理 这个是一定道理 可是真正向之实 无论是事法 佛法 决定是仁慈的 你只要具备 真诚 真诚 公敬 谦虚的条件 你去求他 绝对 不会拒绝 他要拒绝你 必定是 这三个条件当中 缺一个 他会拒绝 三个条件 通通 拒绝 这个通通 拒绝 没有拒绝的理由 他会很认真地 帮助你 成就你 我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清净 很多善知识 没有一个拒绝 我们有做学生的 良好态度 真正想学 得到善知识 特别的教育 1949年 我到台湾 常常想着 人间的苦难 如何帮助自己 如何帮助别人 想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到最后 得出一个结论 都是人的关系 古人讲得好 人存正知 人亡正习 于是我才真正体会到 这个制度是次要的 这个人家 很多人问我的法师 你到底赞成君主 还是赞成民主 君主民主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好人 这个领导人是好人 君主也好 民主也好 大家都想问 这个人不是好人 这个人不是好人 君主民主 大家都遭难 人的问题 研究人的问题 那就不能不去研究这些了 怎么做个好人 怎样开智慧 这才一心一意 去享受这些 也亲近几个老师 最后我们许我选定 方东卫先生 他很慈悲 我们原先的目的 只是希望 他准许我们 到学校去听他的课 我们就很满足了 那么他看出 我们 有诚意 确实 相许 我们对老师 恭敬 我们的态度 非常谦虚 百分之百的 接受教导 这样一来 他不让我到学校 在他家里教我 每一个星期天 到他家里上课 学生就我一个 一个老师 一个学生 在他家里 小客厅 小圆桌 泡一杯茶 这样上课 我的这个哲学 是这样 跟他学 特别爱护我 他的学生 太多太多了 为什么要这样 特别照顾我 就是居足 这三个条件 居足 这三个条件的 学生不多我 这就是可遇 不可求 学生找个老师 不容易 老师找个学生 也不容易 以后 很多同学们知道了 对我都很重视 很赞叹 方老师 眼睛长在头顶上 没有瞧得起任何人 他能这样对待你 那你一定很不简单 你们在香港的 同修 大概在香港 都知道 唐军毅先生 唐军毅是 方先生的学生 这是一个很有成就的 方老师 对唐先生 也非常爱护 也常常 给我们提起 所以 我们自己 本身 要居足 求学的条件 就是做学生的道理 你要懂啊 你是个好学生 自自然然 这佛菩萨上天 就会给您安排个好老师 你不是个好学生 你遇到好老师 也往上 你也得不到利 那么以后 我接触佛法了 我亲近张家大使 亲近李宾南老居士 都得到特别的招呼 那么由此可止 我们自己 能不能有成就 得不得到 善知识 善有的 帮助 全靠自己 自己要有真因 外面才有好的助缘 因缘 斗具足 果报才会陷进 凡事 怨天忧人 决定不会有天就 啊 总觉得自己是对的 别人是不对的 啊 总觉得别人呢 对不起自己 连老天爷也对不起 对不起我 我就没救了 啊 为什么呢 所有善知识 善缘呢 看到你啊 敬而远之 不敢碰你啊 这个道理要懂啊 真诚 恭敬 谦虚 处处 忍让 做学问的人 没有领袖欲 没有战友欲 他都是非常热心 站在旁边 站在后面 帮助别人 所以能与一切人 活目相处 退在后面 我一生 都是帮助人 只要人家 愿意 接受我们帮助 他所作所为 是正法 是利益社会大众 我们就会相处 很好啊 过去 韩英館长 我们相处三十年 他往生之后 我们接受 李牧原居士的邀请 到新加坡来 我们全心全力 帮助他 因为他们是居士身份 所以我们在一起 他总把我 摆在第一位 他们在第二位 这个是 在家人 尊重出家人 如果他们两位是出家人 我一定让他站在当中 我站在他旁边 一定的道理嘛 千金 不只是一生 深深深深深 世出世间 大圣大行 永远是千金 你看《论语》上面 付这个学生赞叹夫子的德行 温良公兼让 最后 忍让 让是谦虚 处处让 时时让 让是美德 那么什么叫 不坏善知识呢 你清净善知识 这个语言 绝对 不会有人破坏 你得 不坏善知识 那么 清净善有 特别在这个时代 毁谤 嫉妒 在所不明 我清净第三位老师 真的是三位大德 有人知道 我跟他们学 就有人来阻碍 来劝我 他们不是真正的好人 基督障碍 劝我们退心 去另外找别的善知识 说张家大司是政治和尚 说黎宾南老君子是四宝 说方东梅先生 引起他的原配 说闲话的人多 我们听听 一笑了知 我还是一行一意 跟他们学 轻易听别人 两学挑拨 我们的心就动摇了 信心就丧失了 这是自己没有福报 没有善根 听心耀眼 他说的那些话 是不是四十 我们不经过调查 轻易相信 欲吃到了极处 我们有没有调查的必要 有调查 你的心已经不沉不惊 为什么 你产生怀疑 如果对老师真的有信心 这些话 听耳不稳 要用这种态度 才能保住自己到学 不至于受到别人的妨碍 不狂惑 狂是欺骗 老师不欺骗我们 我们做学生的人 决定不欺骗老师 以真诚心相待 人生在世 古人 多感叹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能遇到一个知己 可以没有隐私 没有隐瞒说话的 你这一个人 这一生值得了 那我这一生还遇到好多过来 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具备 不狂惑别人 不但对老师 对父母 对尊长 对朋友 对一切众生 我们都不欺骗 没有欺骗的理由 为什么欺骗众生 我不欺骗别人 别人又欺骗我 我也欢喜接受 为什么会有这个果报呢 我这一生 懂得这个道理 不欺骗别人 过去生中没有遇到佛法 大概也骗了不少众生 今天别人来欺骗我 这运运相报嘛 这账就这么结掉了 好事情 他骗我 我不骗他 他回谤我 我赞叹他 账结掉之后 善云成熟了 所以总要记住 真正修道人 真正做学问的人 一定要懂得 化敌唯有 这就是你成就 给人不可以对立 我也常常确认 在这个社会 不要竞争 我们学佛人 懂得因果 一赢一赚 莫非前提 你有所发明 现在这个世间 一切有发明的人 都求申请什么 专利 我也曾经 劝了一位科学家 现在在美国 他是中国人 他发明的东西 也有一百多种 样样都申请专利 我告诉他 放弃专利 我说你的利益 他就更大 你那个专利很小 一点点 为社会众生造福 你要专利干什么 这要智慧 要真正想通 文人的注册 不要版权 你的东西是好东西 是一个利益社会东西 你何必要版权 限制住 版权所有 翻印比旧 你把你自己的善 本来可以能够扩散到虚空伐阶 你把它画个圈圈 死在这里 不能够产生广大的影响 这绝大绝大的错误 都是自私自利害了自己 圣人贤人 中国人称圣贤 什么叫圣贤 通达明了 宇宙人生真相的人 这个人称圣人 称贤人 在佛法里面称佛 称菩萨 他们通达明了 通达明了的人 哪里会有什么专利 所有权 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善知识 不狂惑我们 我们也不狂惑 一切众生 你才能得 真善知识的教诲 你才能够 亲近诸佛 菩萨 那么这是五种 不可坏法了 这个五种不可坏法的真音 是不念学 这五种不可坏法 能成就事出事件 一切善业 一切真实功德 若能回向 五六多罗三摩三菩提 这就是讲 前面讲 不是学佛的 这个要是学佛 志在无上菩提的人 后成佛是得正眷属 这个眷属 是讲的法眷属 你的这个团体 这个僧团 大家在一块修行 注魔外道 不能举坏 为什么呢 你没有这个 我的音 注魔外道 虽然是卧原 你没有卧阴 卧原再多 它不起作用 阴要正 阴不能不正 这个十善业是正音的 这个十善业是正音的 我说它是正音的 我说我 你每一个人都不确定 你能不确定 你这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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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 我这就是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